Hello,大家好,我是Chelsea 欢迎收看Chelsea Teach Chinese 昨天晚上,Chelsea待在家里没事干 就躺在床上,刷手机 刷着刷着我就看到一段有趣的视频 是一位日本小哥做的 然后我就搜索了他的油管频道 油管是大家给YouTube取的中文名 油的发音和油很相似 然后管就是Tube翻译成中文 管 所以呢,油管就是YouTube的中文名啦 油管 刷手机 刷的英文是to swipe 当你在看Instagram,Facebook 或者是TikTok的时候 你会经常需要往上或者往下刷 去看看有什么新的内容 这个动作就叫做刷手机 刷手机 他的视频基本上都是用日文做的 然后也没有字幕 其中一个视频 我看的那个视频是他坐在一张椅子上 一直讲话,讲了大概一个小时 那个视频有大概一个小时那么长 然后我也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说实话 但是就是觉得他讲话还蛮舒服的 所以我也看的是几分钟 这个就是我看的那个油管视频的截图啦 他真的就是坐在那里吃东西 然后说话说了近一个小时 我查了一下视频的名称 应该是一开始是在做一个直播 就是他把直播录了下来 做成了一段视频这样 直播,偷偷跟你们说一下 直播的意思就是 Live Stream或者是Live Broadcast 直播 以后如果Chelsea有足够的粉丝的话 也会考虑做一些直播的 看过他的视频之后呢 Chelsea就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不如我也来做一期只用中文说话的视频 萌生 英文的解释有initiation or produce 他的意思是说 突然有了某个想法 Sidney come up with an idea 这就是萌生 只用中文说话视频做起来 其实很简单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加字幕的时候要加上拼音就会很麻烦 我要把每句话都复制粘贴到Google Translate上 然后再把那个拼音再复制粘贴到我的视频剪辑里 再偷偷告诉你们一下吧 复制是copy的意思 复制 粘贴是paste的意思 粘贴 所以一旦我说的话太多 要加上拼音就会变得很麻烦 所以呢这期视频 我就不打算加拼音了 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就 全看缘分啦 缘分的英文是 fate destiny 缘分 缘分是佛教中的一种 比较复杂的概念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 你们听得懂或者听不懂 chelsea在讲什么 都由上天来决定 如果你们听不太懂我在说什么的话 也可以打开下面的subtitles 它会自动翻译成英文 准不准我就不知道啦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录这样的视频 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当作是一个中文的播客 播客也就是podcast 播客 你不一定要盯着电脑看这个视频 你也可以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放着它听 或者你也可以在睡觉的时候 放着它让它伴你入睡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非常的随意啦 chelsea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最近在追的电视剧 还有我最喜欢的漫画 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块肉 这是一块非常大块的肉 它的质地非常的柔软 而且呢它不是一般的肉 它是经常在我最喜欢的漫画里出现的那块肉 那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漫画是什么吗 它就是日本的海贼王 one piece 海贼王 它是一部让我从初中追到高中追到大学 追到工作的一部非常长的漫画 喜欢这部漫画的点有很多 首先是它的画风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想象力的漫画 那想象力的意思就是 所以想象力就是 想象力的能力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就是想象力 然后他们的特征都非常的突出 比如说主角Luffy 他的性格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遇到再强劲的对手 也不会畏惧 不会退缩 然后有自己的梦想 也非常的执着 也肯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去不断的变强 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不过就是个不知天高低厚的小屁孩 他的缺点就是容易冲动 做事不计后果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角色是非常有特点的 非常的具有多面性 这就会让观众产生共鸣 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角色 虽然他只是一个漫画人物 是不是一下子听到很多形容词 和习语呢 那我们找两个比较有意思的 来讨论一下吧 天不怕地不怕 not afraid of either the sky or the ground 那既然他连天都不怕了 连地也不怕了 那一方面可能说明这个人很勇敢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说 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是 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强 可能是因为他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他更强的对手 所以呢 他并不是勇敢 只是不知天高地厚 另外一个角色 也就是Chelsea最喜欢的角色 他就是Zoro Chelsea为什么喜欢Zoro呢 当然是因为Zoro很帅 Zoro有六块鸡 身材非常的好 而且拿起架来非常的美 不仅如此 而且他的一些缺点也非常的可爱 譬如说他是一个标准的路痴 路痴是用来形容 一个人的方向感很差 一点的方向感都没有 翻译成英文就是 A person with a poor sense of direction 所以呢 如果有个人他的方向感很差 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路 他走到哪里都会迷路 如果没有人带他 他绝对会迷路 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路痴 怎么个自信法呢 就是两条路给他选 他可以在一秒内选定一条路 然后那条路绝对是错的 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有自信 认为自己绝对是对的 然后结果当然就是迷路啦 虽然他打架的时候非常的帅气 但是平时不打架的时候 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 吃肉 喝酒 赌博 睡觉 浪费金钱 浪费生命的事情 所以我们经常用 吃喝 瓢堵 来形容一个人 不务正业 经常做一些 浪费生命的事情 那所以用英文来解释 吃喝 瓢堵 就是 而且他还是一个钢铁直男 他救人不是因为贪图美色 而是希望打完架之后 人家可以做一桌好酒好菜 报答他 就是这样一个不解风情的角色 为什么Chelsea还是这么的喜欢他呢 主要还是因为他帅 那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 Chelsea还是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钢铁直男吧 直男 直译成英文是straightman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男生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女生在想什么 如果他的女朋友生气了 他也不会知道 他的女朋友在气什么 那钢铁的意思就是steal and iron 所以呢 钢铁直男 就是一个非常不懂得 红女生 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男生 他可能非常的闷 但他永远不懂得 女生在想什么 好啦 那聊完日本漫画 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电视剧吧 最近有一部国产剧 非常的火 几乎每一天在微博上 都会有几条热搜 Chelsea一开始不知道这部剧 也是因为看到微博的热搜 才抱着好奇的心态 去看了几集 然后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就忍不住 一两天内就刷完了三十几集 然后现在还在更新 如果你不大清楚 热搜或者微博是什么的话 建议你去看看Chelsea的另外一个视频 这部剧叫做三十而已 他讲述的是三个近三十岁的女人 她们在大城市上海的生活 其中一位是未婚 她在奢侈品店当销售 一位是结婚了 并且有小孩 然后跟丈夫过着看似完美的生活 还有一位是结了婚 但是因为丈夫实在太不浪漫了 所以就决定离婚的一个女人 大多数人喜欢这部剧 是因为她非常的真实 她反映了很多当代女性会遇到的一些困扰 包括在生活上的 在婚姻上的 还有在视野上的 然后每个角色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所做出的选择也非常的真实 那我个人之所以非常的喜欢这部剧 除了她非常的真实以外 还有就是我觉得她想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的好 譬如说我们的主角曼妮 她是从一个小城镇搬到上海工作的 一做就是八年 也就是在最近一年才晋升成为一个小主管 她给自己定过一个目标 就是在30岁以前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或是说在事业上没有什么成绩的话 就回老家 这也是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对女性存在的一种偏见 就是女人过了30就会开始贬值 开始掉价 如果在30岁之前没有把自己嫁出去的话 就是一种失败 曼妮在30岁之前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她的事业也是一团糟 所以她决定回老家 但是真的回了老家 真的在那里住下来了 她又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融入那边的生活了 她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大城市里的生活 还是想要再去拼一把的 就算最后可能会一无所获 还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30岁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杯水已经满了一半了 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毕竟有一半还是空着的 这部剧的观众群可能主要还是以女性为主 毕竟男生也比较少看这类的电视剧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有几位男明星还特地评价过这部剧 譬如说余文乐在微博里留言 还有张杰在直播里连线曼妮并唱了一首歌给她听 这是Chelsea从微博上写下来的图 你可以看到余文乐三个字是用繁体写的 这是因为余文乐是香港人 他是一位知名的香港演员 他发这条微博的时候 刚好播到曼妮和渣男分手 渣男就是不好的男人 就是有很多女朋友的男人 所以呢 余文乐给曼妮点了这首歌 叫做分手快乐 Break up happily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唱这首歌的歌手 叫做梁静如 梁静如是一位马来西亚歌手 她的歌传唱度很高 分手之后可以拥有更快乐的生活 英文是 他不懂 那你很幸运 Chelsea并不会唱这首歌 所以我也不会再侮辱你的耳朵了 那截图里的那张图的手机屏幕上 那个笑得很甜的女生 就是我们的主角 曼妮 是不是很可爱呢 好啦 讲这么多 Chelsea嘴巴都干了 该去喝点水了 你看我的嘴唇 都已经干成这个样子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形式怎么样呢 记得留言哦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那我们改天见吧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